兵购好像不是很积极 我对台湾的学校说 因为很多都是自己创的 台湾喜欢因为机头 点出台湾大多中小型企业 面对并购潮的态度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有点无奈 但人坚持做对的事 启动一连串的并购行动 并购的目的就是在原来比较强的部分 增加它的 因为经过这个诟病以后 可以变成 synergy更好 那相对于就增加这个竞争上的障碍吧 为了增加竞争力 联发科2013年成功合并小M成星 补强电视晶片站立 今年4月又并了影像处理大厂药棚 接下来8月接连合并 肠意与毅力强化记忆体IP与驱动器 布局越来越全面 透过购病 可以快速的取得一个市场 而且可以强化资源来做 有利于整个在规模上的一个调整 是面对这个红色供应链的一个来袭 我想更会加速未来国内的 这些IC设计业者的一个整病 或者是透过这个购病的一个交易 来作为一个防卫的一个手段 在蔡明界心中 或许就有这样一块IC设计领域大饼 等到全部拼齐了 或许就不怕红色供应链侵袭 暂选徐生理圈台北层不得